好同学 如果你跟着老师的题目 真的有这样看 当然说真的 一题一题看 其实是需要很大很大的耐心的 如果你有看一半 当然很好 如果你有一题一题跟着这样看 你会发现题目再怎么玩的花样 都差不多 基本题的题目 它的观念都是这样转换的 我讲那么多废话在讲什么 之前不就都是x²加3x加2等于0 然后呢 它就会把x换成了什么 x-3关号平方 加3倍的x-3 然后再加2等于0 是不是都这样变 把x换成x-3嘛 然后我们就替换 变成a²加3a加2等于0 还是再往下算 算完是不是再带回去 再把x-3带回去a而已 所以配方法当然也是这样 配方法当然也是这样 好 所以这个我们就先令 x加3等于一个大a 所以这个加a²加6a 加4等于0 好 检查一下能不能实质 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丢回去 a²加4 对不起 a²加上6个a等于-4 好再来加一半的平方是9 这里也加9 所以它就叫做a加3的括号平方 等于5 OK 好 所以a这时候就可以进来 或者你下一坨进去都可以 所以我就知道a加3等于正负 更号5 好孩子我们继续 a就是x加3 所以x加3再加3 所以x加6等于正负 更号5 所以x就等于-6 然后加减 更号5 有没有不一样 都一样 好 那你说老师我如果不替换呢 不想替换 你就把它摊开嘛 摊开就会变x平方加6x加9 再加6x加18 再加4 等于0 然后这样算算算算算 可是我个人觉得啦 没有比较好算 真的没有比较好算 好